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堪称近十年来开播收视率最高的英剧 BBC出品豆瓣8点5分的贴身保镖 故事开始 退伍军人大卫从火车上醒来 夜色沉沉 身边的儿女尚在睡梦中 火车停靠站台 窗外一个男人挂了电话后 娴熟地拆解手机扔进垃圾桶 鬼鬼祟祟环视四周 而后便上了火车 列车再次行驶 乘务员穿过车厢四下环顾 像是在找什么人 他敲了几下厕所的门 无人应答 忽然间乘务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神情慌乱起来 职业习惯让大卫敏锐地察觉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卫起身找到乘务员 亮明身份 他是退伍军人 陈务员告诉大卫 列车上疑似有人携带自杀式人体炸弹 打算进行恐怖袭击 上头已经布置了解决方案 七分钟后 列车会临时停在一个废弃偏远的站点 然后特警队会登上列车控制局势 对此 大卫觉得不妥 要是罪犯感觉到刹车 他可能会提前引爆炸弹 根本不会等你把车停下来 想到车上有那么多乘客 自己的儿女也在其中 大卫决定先发制人 让乘务员打开列车门 等罪犯从厕所出来 就把他从门口一脚踢下去 大卫有些紧张 他不确定自己能否一脚完成任务 失败的后果是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 一个男人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 不太像是被炸弹的恐怖分子 是自己判断失误吗 职业习惯让大卫随时保持警惕 他要继续排查厕所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惊慌失措 裹着伊斯兰头巾的女人 女人身上缠满了炸弹 手握引爆器 是恐怖分子本尊没错了 女人情绪不稳 按下引爆器只是0.1秒的事 大卫也慌了 女人犹豫了 她不想这么做 看得出来你并不想 大卫很真诚地跟女人对话 听着反恐特种小组已经知道车上可能发生恐袭 所以我想告诉他们 你愿意跟他们谈 你同意吗 只是谈谈 得到女人的默许 大卫拿起了电话 告诉特警先不要上车 让拆弹专家和谈判专家上来 并紧急疏散乡邻车厢的乘客 看着乘客们相继离开 大卫稍稍松了口气 并跟女人对上了话 我叫大卫 大卫巴德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回答 纳蒂亚 刚才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也是胁迫她引爆炸弹的人 大卫继续安慰她 纳蒂亚 你可以不听你丈夫话的 相信我 此时此刻 我跟你一样害怕 我刚带孩子探望了我妈 正在回家的路上 纳蒂亚发问了 大卫给她看了孩子的照片 纳蒂亚有些动摇了 列车即将到站 特警收到指令 要求暂步行动原地待命 赶到列车正在减速 纳蒂亚慌张起来 打算关上卫生间的门 大卫坚定地告诉纳蒂亚 你爱的人 为什么会希望你死呢 你被洗脑了 他也是 你也是 我去过阿富汗 我的战友也被杀了 我自己也差点死掉 有什么意义 毛意义都没有 列车停稳后 全副武装的特警冲了上来 纳蒂亚的丈夫被逮捕 恐怖分子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保险起见 特警打算当场击毙纳蒂亚 而大卫却并不同意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纳的面前 表示纳愿意合作 让特警派专家上来拆除炸弹 不远处狙击手已经就绪 却因为事件受阻无法开枪 特警命令大卫走人 大卫却不离不弃 用身体紧贴着纳蒂亚 一步步从洗手间挪出 让他跟着自己转圈 这样举起手就无法瞄准 无奈之下 特警只得放弃击杀计划 让拆弹庄家上来拆除炸弹 大卫用真诚取得了纳蒂亚的信任 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而是堵上生命守护他 炸弹从纳蒂亚身上卸下 危险解除 纳蒂亚被捕 相比粉身碎骨 这样的下场好太多了 大卫深吸一口气 自己虽然是退伍军人 但应对这种情况 不仅需要勇气 也需要运气 回到家 妻子给大卫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他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 连一个多的kiss 妻子都不给 安排孩子们睡下 大卫就离开了 他们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 自从在阿富汗受伤后 大卫患上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综合症 也就是PTSD 暴躁酗酒已成常态 妻子早就跟他泪绝不碍 列车恐袭事件算是完美解决了 可是罪犯使用的炸弹背心 构造复杂 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恐怖组织 因为这一次的出色表现 给伦敦警察局要员 保护组增了光 大卫得到了噤声 上期只派他去给 为高权重的内政部长 做贴身保镖 朱利亚蒙塔古 查阅资料得知 朱利亚支持英军 参加海外战争 是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 当年自己被派往阿富汗战场 便有他的功劳 大卫面露难色 显得有些纠结 此日 大卫换上正装 戴上手枪 子弹上膛 全副武装到大楼下 与朱利亚部长见面 部长和保镖队长 乘坐第一辆车 支援小队乘坐第二辆车 大卫跟朱利亚打招呼做介绍 朱利亚却显得很不耐烦 大卫感觉到 这是一个不好伺候的主 作为保镖 大卫总要四处查看 以发现潜在的风险 着急回家 朱利亚打算走最快的路线 大卫却感觉到危险级别升高 建议司机改到 朱利亚却驳回了建议 他不希望保镖的存在 让自己的工作变麻烦 大卫有些无奈 但只一言不发 回到朱利亚的住处 大卫对房间例行安全检查 这更引来朱利亚的嫌弃 大卫也不介意 只表示没问题 做贴身保镖就是要这样 不仅业务能力好 还要脾气够好 当然朱利亚也不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傻屌 当她看到新闻的头版头条 发现大卫就是阻止 列车恐惧的英雄时 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两人握手言和 朱利亚的同事来了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肯定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大卫看得出 朱利亚是个寂寞的女人 恐袭的影响还在升级 警方正加强追捕其余共犯 政府的意见分裂成两派 以首相为主的稳健派 和以朱利亚为首的激进派 朱利亚想借这次列车袭击 推行调查权法案 以提高政府对社会的监管力度 秘书不小心把咖啡 泼在了朱利亚身上 大卫脱下自己的衬衣 给她换上 气氛有些微妙 贴身衣物的交换 让两人的关系 无形中暧昧了几分 调查权法案 允许政府监控网民的浏览记录 有人认为其涉嫌侵犯公民隐私 但朱利亚表示 这是必要的治安和反恐手段 她向来手腕强硬 坚信自己派军海外 以战止战的做法是正确的 并提出我们无需为过去道歉 朱利亚的这番话 在大卫听来格外刺耳 当年正是她把自己派上阿富汗战场 导致自己身心负伤 婚姻不顺 而如今在她的嘴里 自己和战友的牺牲却从未被提起 果然是道貌黯然的虚伪政客 从某种意义上看 朱利亚可以说是自己的仇人 有人在楼上闹事 大卫赶紧上去处置 虚惊异常 原来是被朱利亚辞队的秘书小夏 大卫吻了吻她的情绪 把她给请走了 作为贴身保镖 整天处理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 采访结束 朱利亚遇见了前夫罗杰 罗杰是支持首相的稳健派 一见到朱利亚就开怼 大卫评估了此数的安全系数 建议两位一步室内 罗杰忽略了大卫 大卫再次提醒 把混血形容为猴子 涉嫌种族歧视 这在政界是大忌 罗杰不得已闭了嘴 事实上大卫并非混血 只是用这个方法打脸罗杰 并给朱利亚解围 作为贴身保镖 还需要一些机智和幽默感 短短一天的时间 朱利亚对大卫已经卸下心房 她不再抵触大卫检查房间 把洗好的白震衫递给了大卫 甚至想留她喝一杯 出于保镖的自觉 大卫婉拒了 两人了解了一些私人话题 熟悉度和好感度增加了几分 大卫斗胆问起了一个 有些过分的问题 一句话 朱利亚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工作上一切紧紧有条 可大卫的私生活却一团糟 来到妻子这 想跟她道歉跟她复合 结果妻子告诉她 自己昨晚跟别的男人睡了 大卫瞬间感觉万箭穿心 血性硬汗当场就崩溃了 妻子安慰说只是玩玩而已 不必太当真 大卫只希望妻子别提出离婚 来到老战友这 老战友正在给一群 患上PTSD的老兵发表演讲 激进的政客不断推动战争 而战争催生更多的恐怖袭击 这才是动乱的源头所在 老战友之所以对主战派恨之入骨 是因为他真的受伤很重 一半脸已经毁了容 当得知大卫竟然成了 内政部长的贴身保镖时 老战友惊呆了 大卫的言下之意 自己名义上是朱利亚的贴身保镖 可实际上靠近他是为了方便暗杀他 大卫真的会这样做吗 第二天 大卫拿出手枪 装弹上膛 脑海里盘旋着什么 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了 大卫是化解列车恐袭的英雄 对他一百分的放心 朱利亚在安保小队里的代号是薰衣草 大卫坐在前排 朱利亚坐在后排 画面转黑 第一集就此结束 身为激进派的内政部长朱利亚 树敌不少 除了充满仇恨的中东恐怖分子组织 还有针锋相对的政敌前夫罗杰 心怀愤恨的秘书小夏 小夏被词后曾联系记者抱他的黑幕 因为没有实锤证据 只能算是小到八卦 一群在战争中患上PTSD的受伤老兵 他们是政治游戏的残酷牺牲品 甚至身边最值得相信的贴身保镖大卫 都可能是他最大的威胁 这么一个充满嘲讽的人物 能活过几集 先手把朱利亚毙掉一些私奋吗 更多精彩 敬请期待贬斗解说贴身保镖第二集 关注贬斗微信公众号BTCmovie 私密频道锁定剧集更新 咱们下期见 拜拜